好那我这个人的消费理念呢 就是 比方说100块钱 我买一个贵的东西 我只能买一样 但是呢100块钱呢 我买两个50块钱的东西 我就可以买两样 那只要那个50块钱的东西呢 看起来质感是不错的 那我何必要去花100块钱买一样呢 我干什么不去花100块钱 买50块钱的两样东西呢 这就是我从小到大的消费理念 所以呢 我就是经常是买一些开价的东西 然后我很少就是会买专柜的吧 到目前为止 我买的唯一的专柜的东西呢 就是一个double weld的那个粉底液 就是亚细兰带那个 因为我自己夏天是大油瓶嘛 所以就听说那个很控油很厉害 所以我就下狠心买了一个 真的很心疼的 但是花了将近7000日币呢 太贵太贵了我觉得 然后又舍不得用 用过几次之后呢 我觉得也就那么回事吧 我觉得真的那个 我很喜欢的那个路花能的那个开价的才2000日币 跟它的感觉就是没有差太多呀 我并没有觉得double weld就是有让我经验到就是怎么样的地步 所以我那时候去年夏天就是花了大学本买的double weld 然后舍不得用 然后一直留到现在 那我打算今年夏天我一定要把那个double weld给用完 那我基本上都是买的开价的 然后 啊对你说说到那个眼影的专柜货 不知道那个什么奥奥迪cay relac这种算不算呢 这种是欧美的牌子嘛 不知道它算不算是专柜货 反正因为它的价钱对于我来说就是已经是蛮贵的了嘛 嗯 好 那我刚才是用的这个珠光这个颜色扫了一下眼头和下眼线吧 嗯 对 那我们接着聊哦 嗯 对 那我就是这样的一个消费官嘛 嗯 所以呢 我的东西呢基本上都是开价彩妆 所以我的东西呢基本上都是开价彩妆居多 嗯 最要紧的是呢 我觉得日本的那些开价彩妆呢 嗯 它便宜还好用哦 并不输专柜品牌哦 然后用这个颜色 然后来 扫到那个扫眼睛后面这一段 所以我觉得买开价彩妆也很好嘛 完全能够打造一个很漂亮的妆容 嗯 主要是也是因为我太能买了 如果我一直买那个专柜货的话 我肯定早就破产了 所以为了让自己能够有的买 然后呢 日子还能过下去 所以呢 我明智的果断的选择来买开价彩妆 呵呵呵 是不是很傻 对不对 嗯 对 好 那话又说回来哈 别看它是开价的 你买一件 它很便宜 它是开价的 可是你要是买一百件的话 开价的它也不便宜 好不好 所以我说我一旦有一个新的新剧爱好的话呢 肯定就是要破财的 对 我就就是再三强调我很不会过日子 然后 我每次就是买买买买买之后呢 然后 就是伴随着那个买了的喜悦 那个快感过后呢 总会伴随着一阵很深深的失落感 就是完了 我的钱又没有了 每次都是这样 但是不断的自责 不断的买 不断的想要剁手 但是又是不断的买 对 然后我老公 一开始就是也不开心 后来他都已经放弃了 然后就算了吧 不说我了 反正说我也改不了买买买的坏毛病嘛 然后 我就跟他讲 我说怎么办 我说我就这么不会过日子 然后 你们猜我老公怎么说 那怎么办 凑合过吧 还能理咋的 那我就跟他说 我说那你就不要勉强了嘛 人生苦短的 你如果觉得我不合适 你就再去找一个呀 然后我们现在用这个颜色 刷一下瞎眼尾 他说哇都有了 想赖账也赖不了了呀 超搞笑的 对 那 话说回来呢 我觉得买买买这件事情呢 如果你真的控制不了的话呢 那唯一的办法就是努力赚钱吧 千万不要就是又喜欢花钱 然后又不爱努力赚钱 这样我觉得才是最要不得的 我就是自己有这个购物狂的这个坏毛病嘛 所以我一直就是觉得喜欢买不要紧 但是只要还知道自己要努力的去赚就行了 然后再用这个颜色扫一下下眼 下眼线中间的地方 不是下眼线 下眼皮 对 真的是这样的 说到底 钱真的就是身外之物嘛 喜欢花不要紧 只要不要忘记要努力去赚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良好的心态 最就最怕最怕就是那种 又爱乱花钱 又不爱去赚钱 就整天空想 然后冤天游人那种 就最要不得 像我表哥最近就是 他就是这样的 然后我现在画个眼线吧 Love Liner这个 酒红色这一支 那我表哥最近就是 他就是买了房子 然后有三个孩子 然后还有车子 然后房贷车贷 然后加上孩子 那他就 最近就觉得自己说压力很大 然后就想一夜支付 但是呢 他自己又没有什么文凭嘛 就是他学历不是很高 然后天天就在那里空想 想要一夜暴富 然后呢 结果就用酒精麻醉自己 然后班也不上 工也不打 然后钱也不赚 然后天天在家里 就是半夜喝酒 然后耍酒疯 然后白天就在家里睡觉 然后弄得家里整个乌烟瘴气的 我嫂子都快要疯了 然后嫂子一个人又要上班 然后又要抄辞家务 然后还要带三个孩子 然后还要管我表哥 然后他真的都快要疯了嘛 所以我觉得我表哥 现在这个状态 真的是很让人头疼 那最怕就是他这样了 那你自己又没有天大的本事 对吧 然后还老想了一夜支付 老想了天上掉下馅饼 然后可以做大生意 做大买卖 然后可以赚大钱 那他都不知道 那这天下还是普通人比较多嘛 大家都是上班赚钱过日子 然后这样的人居多不是吗 像那种真正的能成为大老板 一夜支付 然后靠自己做买卖 白手起家 然后支付的人 这种人毕竟还是少数不是吗 不是说没有 但是这种人毕竟不是大多数 那很多人都是这辈子都是平平淡淡的 在公司上班 然后到了年纪退休 对吧 然后把儿女养大了 儿女也成家立业了 大学毕业了 找了工作了 然后自己当爷爷奶奶 当外公外婆 这不是一般 大家不都是这样过完一辈子吗 那但是我表哥就 就觉得自己 哎呀 自己很有本事 然后可以做大买卖 赚大钱 然后天天就是这样子 不肯面对现实 他而且他的最不好的疑点 就是他很喜欢跟别人吹牛 说自己有多少多少个店 然后有多少多少钱 然后用这个Kate睫毛大底膏 然后我表哥也在日本嘛 就是他是我娘家人 我娘家亲戚都到日本来了 对 然后就回国跟他国内的朋友们吹牛 哎呀 说他是大老板 然后在这边有多少多少钱 实际上他根本连工作都没有 然后说他自己 为什么会这么大压力 就是因为孩子多 又有房贷又有车贷 真是的 那我想问谁不是这样啊 谁不要养孩子啊 那在日本你生个两个孩子 三个孩子都是很正常的 那大家都要买房 大家都要养车 大家都要生孩子 那大家不是还是照样都在努力吗 也没有谁像他那样 就是成天坐在家里空想 就是那种心比天高 然后不知道自己命比纸薄那种的 所以他现在是我们家的大问题 然后最要命的一点 他是我二姨的孩子嘛 然后我二姨就是特别护短 然后很护着他 然后对我嫂子也不是很好 就对他自己儿媳妇 然后我嫂子就是特别可怜 用kiss me这个画个内眼线 对啊 他就他就很护短 就觉得他自己儿子没错 然后就看不惯 就觉得儿媳妇肯定是这不好 那不好 所以才把他儿子弄成这样 其实他万万就没有想到 根本就不是干人家儿媳妇的事 就他自己宠他儿子嘛 然后宠成现在这个样子 所以真的是 我们也没有办法呀 那这是人家的家世嘛 虽然说我们都是亲戚对不对 好那接下来来修容吧 今天还是用Nurse这个 Laguna这个修容 对 他还很要命的一点是 他还家暴哦 他喝了酒之后就耍酒疯 然后就会打我嫂子 然后在家里又摔东西 又发酒疯 据说警察都叫来了两次哦 所以你说这种日子 哎呦天哪 我都跟我老公说我说 我说我嫂子她是怎么能坚持下来的 我嫂子就说还是看着三个孩子可怜嘛 离了婚又能怎么办 那她一个女的带三个孩子 是不是 也很困难 所以多方考虑就是暂时还没有离 但是如果她长期这样下去的话 我嫂子说总有一天肯定是要离婚的 我就跟我老公说 我说我嫂子简直太厉害了 我嫂子真的很厉害 就是她在日本生三个孩子嘛 然后因为我二姨又不是很喜欢她 就是剖析关系也不是太融洽吧 那她生三个孩子都没有人伺候她坐月子 她自己 月子也不坐 然后就带三个孩子 自己带大 然后自己还要出去上班赚钱 然后还要忍受我哥那样 接下来像腮红 VC这个 还要忍受我哥那样天天发疯 我觉得她真的是很乐观嘛 我觉得换我我早疯了 然后就这样上一下吧 好 对啊 那所以说人比人真的是 看你怎么比了 如果我要是跟那些什么很有钱的阔太太比了 我觉得我怎么人生这么悲惨呢 买东西还要考虑是不是买便宜货 那但是你要跟我嫂子比呢 我是不是很好 最起码我还有钱 可以让我自己这样乱买 对吧 不是说我很有钱 最起码我老公不会像 像我表哥那样 天天发酒疯 怎么怎么样的 对不对 嗯 所以说人真的不能比人 对 还今天上睫毛膏 用Canmake这个 呃 它是红棕色的一个睫毛膏 因为我不想把睫毛刷得太明显了 这样就看不到 今天画了这个粉色的眼妆了嘛 对 啊好 我真的是跳跃度太强了 怎么又跳到我表哥这里了 对 不是在讲我的兴趣爱好的吗 对 好了 反正就是这种 边画边聊的影片 就是这样的 没有张序 没有 呃 调理就屋里头 想到哪就聊哪吧 好不好 希望大家不会嫌烦 好 下睫毛也稍微刷一下吧 哦 超级手残的 弄到下眼皮上了 不要紧 等它干了 我就把它修理掉吧 对 嗯 最后一步呢 就是画唇膏了 今天画什么唇膏呢 嗯 好那今天唇膏擦这个布朗熊雾面的这一支吧 这个颜色 嗯 有点忘记了 反正就是 比较粉一点的那个颜色 我很少擦雾面的唇膏的 对 现在地震了 哇 现在真的地震了呢 突然一下 嗯 吓死人了 好那唇膏颜色是这样的 嗯 还蛮挑的一个 嗯 怎么讲呢 就是一个粉红色吧 嗯 然后我觉得太雾面了 我很 我不太喜欢这种干干的妆感 那现在给它加一个唇膜吧 我加什么唇膜呢 嗯 就加这个Canmake的这个什么唇油吧 对 它是03号 我记得这个03号是之前Canmake这个 嗯 出的一个限定款 但是现在不知道还有没有 加完了唇油之后变成了一个大红唇了 对 好 好 那妆就化完了 我把头发弄一下过来 好了那今天的妆就化成这个样子了吧 反正今天我也没有特别重要的事情 就中午跟我爸带我女儿出去吃个饭 然后就没有什么别的事情可以做了 嗯 今天化妆主要也是想要录影片嘛 好那希望大家会喜欢看这种边话边聊的影片 那如果你们爱看的话呢 就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那我以后就会多拍一些这种边话边聊的影片 好那今天的分享就是这样了 我们下次视频再见 拜拜 大家好 今天又来录一个边话边聊的影片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